曾經因為電影那些年而走紅的作家九把刀 卻因為先前那女記者上摩帖被偷拍 導致劈腿曝光一事而沉寂一時 但隨著春節到來 九把刀又受邀出席活動寫春聯送給粉絲 不過九把刀貼在牆上的春聯 卻不是什麼吉祥祝福的話 而是月經平順不痛這種搞怪的話 不知道這句話是想獻給和好的女友 還是之前PO在臉書上身穿紅色弟兄裝的暴乳妹 又或者是另有新對象了呢 九把刀在記者會上寫下霸氣二字 看起來氣色相當好 原來是因為前陣子在網路上謾罵所引起的官司 糾紛獲得了勝訴 他還在記者會上侃侃而談得意知情權寫在臉上 不過才剛走出逃射風波的他 當時就是因為太多話而被抨擊失言 現在又開始這麼囂張這樣真的好嗎 謝謝一張 谢谢大家